台中市和平区除了是原住民自治区之外 1038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中 有丰富的观光资源跟优良的龙特产品 和平区也是台湾田市的发源地 为了行销之多味美料实在的田市 2018年10月11号 和平区公所特别在市政府惠中楼一楼大厅 举办一场和平盛事 蒙约午夜松的记者会将新鲜味美的田市 结合松鹤跟离冷部落的午夜松 让民众了解台中市和平区的风土人情 跟龙特产品资源 台中的田市是全国产量最多品质最优 那我们要必须来加强行销推广 因为今年气候非常的平稳 所以我们的产量预估 应该会增加两三成 台中市和平区公所表示 今天的记者会主要是为了10月20号到28号的活动宣传 规划了五夜松原香 田市温泉三大主题元素 还结合了太亚族传统文化各式DIY活动 还有龙特产品展售区 并且推动部落生态旅游导览 希望把都会区的民众带到郊区 山区旅游消费跟大自然同乐 那如何让所有住在中区这些观光特色旅馆的这些不管是背包客自由行旅客或是团客 他们来到台中之后能够也上山住一晚或是上山去逛一逛 泡个温泉或是采买这些田式茶叶或是观赏五夜松等植栽台湾的特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光业者跟我想古关温泉业者跟林山业者可以做很好连结的一个部分 我们业者跟我们市府以及地方我们公所取得一个共识 我们的服务品质我们的环境本身我们的水质环境纤洁就条件就非常的好 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尤其这个四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媒体促销介绍曝光率非常非常的高 其实台中市和平区除了有温泉高冷蔬菜水果还有丰富的水利发电跟水资源 可以同时推广节约能源跟河川保育的观念 喜欢美食旅游的民众不妨利用10月20号到28号这几天 前往古关温泉文化馆跟温泉公园走走 感受丰富精致的原住民跟泡汤文化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